新冠疫情导致许多人失去了饭碗 但是找工作的当儿也必须当心遇上骗子 一名来自吉隆坡的男子 谎称自己是柬埔寨一家赌场的运营经理 以高薪后职为诱饵 骗走了本地18名男女 总额约18万令吉的血汗钱 18名受害人分别来自槟城 吉隆坡 彭亨 怡保和沙巴 他们向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 拿杜斯里张天赐投诉后 召开记者会揭发案情 根据市主们 案中被指骗前的43岁男子Law Chang-kyung 简称CK 以比市场高出500美金薪水的行政高值 以及各种优渥津贴引诱他们入局 曾在柬埔寨与CK共事的市主周思廷透露 CK在今年5月联络他 委任他为招聘经理 负责招募18到20人 到即将在8月开张的 柬埔寨太阳城赌场工作 招募工作才进行到一半 突然中断 他后来更发现CK背地里联系 他曾接触的求职者 当中包括他的亲友 以及CK的前同事或朋友 然后过后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那边已经Bang in 钱了 然后就送他们的抗扬给我 说这个人已经进这间公司什么了 我就下一趟我讲 怎么我interview一半没有掉了 我以为是没有了 那你知道突然间在他手上又跑回出来 那时候我就有一点奇怪 直到我 他又跟我讲说你身边的人全部可以去找 但是网上不要去等广告 也不要用公司的名字 你可以找身边的朋友 亲戚朋友那些全部都可以 CK谎称需要求职者 预先致富机票 住宿保险和入职手续费 一个人需缴交4000到2万令吉不等 还说入职以后公司将全额退款 前到手之后 CK一再以行动管制令限制 卫生部和移民局条规繁杂等等理由 一再拖延开启新工作 甚至还拒绝退款 十多名市主就怀疑自己受骗 一起调查后才禁绝 CK根本不在新赌场工作 而从9月8号开始 大伙就再也联系不上CK 张天赐劝诫民众在找工作时 必须谨慎小心 除了要再三核实公司是否存在 也不要亲信旁人 即便是亲友介绍的工作 也务必认真查实 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得不偿失 马信社电视 李渔请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